我一直认为知识是应该付费的 所以当苹果开始这个网络的新闻要收费的时候呢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也赞成 但是呢以我的这个程度就有点困难 我一直按不进去 所以后来是我的秘书帮我按进去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说知识应该要付费 因为现在网络充斥的假新闻 我们每个人都很抱怨这件事情 也很苦恼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知识付费的观念应该要普及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呢 能够更有水准 那事实上这个新闻媒体的水准 不是只有新闻同业自己提升而已 它必须靠广大的读者跟整个市场来支持 而这个支持呢除了阅读的支持 还有财务上的支持 让他们可以撑住这个水准 所以呢知识付费新闻付费 我觉得非常的赞成 台湾非常有可能 可以出现像德国之声这样子的一个独立媒体的一个评论 所以我甚至于建议 苹果新闻是不是可以 另外再开一个 我们想要读更多的所谓的评论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愿意再付更多的费用 那么也许 我知道苹果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方案了 但是即使只付10块钱 我觉得这都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最大的一个尊重跟一个支持 想跟各位分享的 为什么 我觉得苹果值得付费 来 这是一篇他们的一个新闻 然后呢 它是转载了一个小儿科医生的这个脸书 它在后面有加了这句话 在各行各业里面 我们写文章或者引用资料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把出处说明清楚 但现在网络非常多的新闻没有做这个动作 至少苹果做了 它说本文经脸书粉丝专页 Dr.E小儿急诊室日志授权刊登 未经同意请勿拷贝转载 为什么苹果要加这句话 因为现在非常多的网络新闻 通通是抄苹果的 网络新闻抄苹果 网络新闻都不用付费 然后苹果要养这么多的人 然后做这么多的一个新闻 然后让别人来抄 而最后我们会失去这样子的一个 独立可以评论的一个媒体 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颁奖给我 因为我不只订了网络 我还买了报纸 我每天都有看苹果日报的报纸 因为我还是比较属于古代的人 我就是要摸到报纸的感觉 其实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我大概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 假新闻冲刺的时代 我们应该要支持 认真负责任的这个新闻媒体 那第二个呢 是因为我也希望苹果可以带给台湾社会更多元的一个新闻 还有更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表示出来 因为如果当整个社会只有一种言论的时候 或者只有一种语言的时候 或者只有一种新闻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非常的有把握说 那一定是假的 或者不能够完全充分表达真实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是愿意继续付费 购买苹果新闻 非常谢谢 那这样是不是以后 有我的新闻 照片可以选漂亮一点 因为我们也很好看